好 我來看一下這題喔 很多國學看到這題看不懂符號的意思喔 是這什麼意思?來來來 我先解釋一下 比如說好的 什麼叫S3 我們在數學上 S代表什麼意思? 總和 這樣行不行? 什麼叫S3?前三項總和 也就是把第一項加第二項加第三項的意思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什麼叫SN前N項總和 這樣行不行?再來 什麼叫Sigma?Sigma是連加意思 好不好?把I用一代代進去 也就是第幾項?第一項 加上I用二代代進第幾項?第二項 加到I用幾項?I用幾代?三代代進去 等於幾?A3行不行? 換句話說 這什麼意思?Sigma連加意思 I從1開始也就是A1加A2加即 A3行不行? 老師想請問一下 這兩個意思有沒有一樣? 有嗎? 所以說什麼叫SN前N項總和 第一項加第二項加第三項加 第四項加二第幾項?第N項 這樣行不行? 那什麼叫Sigma?連加意思 有沒有看到?I從一開始代 二開始代 三代 四代 代下變成第一項加第二項加第三項 二加到第幾項?第N項嗎? 所以說這兩個符號是一樣的意思 好不好?老師花一點時間來解釋 因為很多同學看不懂這符號 什麼叫SN前N項總和? 那Sigma是連加了 從第一項加到第N項 所以說這兩個意思有沒有一樣? 有吧? 那不管 重點是 從第一項加到第N項 加起來自己N平方-幾? 怎麼說? 老師舉例 比如說S10代表前10項總和四起 N就幾代? 10代 100減掉七 75就四起 25 只要問你前20項總和呢? N就幾代? 20代 20平方 400 400減起 75 只要問你前30項總和呢? 把N就幾代? 30代 並900減起 75是出來了 可不可以嗎? 好 今天重點是要求誰? 求他怎麼算? 所以說這題要我們先把這個 題目意思了解的時候 題目要求誰? 求這個式子怎麼算? 欸!你看清楚啊 欸! 他是Sigma 是廉價意思 但是 今天要求的東西 是要從1開始代嗎? 不是 他從幾開始代? 10開始代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首先 I用10代自己 A10 加上I用11代自己 A11 加上I用12代自己 A12 S加上I用1代 30代自己 A30 也就是問你 第10項加 第11項加 第12項 2加到第30項自己 這樣可不可以 怎麼算? 很抱歉 你看清楚啊 欸!老師 直接帶公式就好了啊 你看清楚啊 公式要帶這個公式 必須要從第一項開始帶 比如說第一項加到第10項 N就有10代 第一項加到第20項 N就有20代 但是今天要的是什麼? 10到30 有從第一項開始加嗎? 沒有 那怎麼辦? 沒關係 會配合題目的條件 對吧齁 我要從10到30項怎麼加? 很簡單 乾脆 我先把1到30項算出來行不行 把第一個到30個算出來行不行 再扣掉多少 1到幾? 9 很多同學去扣掉10 不行 因為10要活著 對吧? 所以說把1到30 扣掉1到9 剩下就是10到30 對吧? 所以說你不要跟我講 要扣掉10喔 好不好? 因為10還要活著 所以說只能扣到第幾項? 第9項 所以說1到30 也就是前30項總和 去扣掉1到9 前9項總和 行不行? 那S30怎麼算? 麻煩你N有幾代? 30代代進去 30平方 900點7 75 S9A一樣 N有幾代? 9代代進去 並80點7 75 所以說把 算出來當自己 819就出來了 可不可以 可以後把這題整理一下 OK